好,现在简单介绍一下6400A的安装调试方法 首先一,取出附件盒里面的6毫米管 就是这根透明的6毫米管 一头直接接入空气压缩机蓝颜色接头 直接插入到底 另外一头直接插入仪器左上方 空气接口直接插入进去即可 好,再取出液化器管 一头直接接入空气液化器接口 另外一头接入我们公司配置的液化器减压阀 配入液化器钢瓶 另外一头接液化器管即可 然后取出附件盒中的玻璃罩 直接放入仪器的燃烧室 然后把烟囱罩直接盖上即可 接着打开主机电源 要求一定要插座 墙上的插座要有接地线 要接地良好 要不然会引起仪器的显示有问题 接下来点火 点火程序是这样 首先把微调开关往右旋到底 旋到底以后往左调四整圈 二三四 调四整圈以后 燃气旋钮 往右顺时针旋到底 按下去以后 往左往左调四十五度 好 火焰一燥 燥了以后 维持十秒钟 或者五秒钟 十秒钟左右 放手 放手以后 放手以后 把点火旋钮 逆时针调到底 火焰的大小通过微调开关调整 两到四厘米高 现在火焰还是比较大 慢慢调整微调开关 调整的火焰最高的部分 跟观察窗的上沿接近 两到四厘米高的火焰 即可 接下来调节吸露蒸馏水 吸露蒸馏水 排肺液顺畅 如果底下U型管里边有气泡 请用手挤压 软管把气泡排走以后 排肺液顺畅 大的有机玻璃里面没有积水的现象以后 去调整仪器的 L旋钮 调至0 好 然后放入10微克每毫升的标准容液 调节仪器的H旋钮 到显示100 再吸露蒸馏水 再调整0位 调节L旋钮到0 反复两三次以后 直至吸露蒸馏水显示0 吸露标准农液 10微克每毫升 显示100 仪器已设置成功 调整成功 直接放入被测样品 直接测试 即可